大家平安喜乐 首先我们很高兴来到我们 真学道哄法力生团 首先呢我们要跟各位分享 真学道哄法力生团的这个前执行长 那前执行长今天我们邀请你到现场来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前执行长在这一个 他的专业领域里面是我们现任的 香港恒原金融集团的地区的总监 同时也是我们精神健康基金会的 执行的这个团长 特别是我们征学到红法利生团的这个执行长 今天很高兴邀请他来到我们的线上 为我们红法利生团的这个介绍 本团的这个简介好吗 好 大家晚安 平安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跟大家分享 这样征学到的一个红法利生团 在整个社会上所做的一些事迹 跟我们老入一些正能量的部分 希望能够借由我们红法利生团 这样的一个团体 能够让社会上更加祥和 因为在我们的陈瑞宏团长的待遇下 我们各团有在不断的推展 更多的正能量的一个推展 也很感谢今天我们潘理事长的一个主持 是的 谢谢我们的这个前执行长来到我们的现场 特别呢 我们要感谢我们红法利生团的这个 征学到的这个团长 我们陈瑞宏团长 陈瑞宏理事长是一个非常杰出优秀的企业家 也是我们世界华人企业家联合会全球总会的荣誉理事长 他个人呢在人生里头里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杰出的企业家 他呢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在社会上得到了成功之后呢 他愿意把他所拥有的也回馈到我们的社会上来 特别是成立这个征学到红法利生团啊 他在于健全人的身心灵讲座方面 也树立一个很好的这个人格的一个健康 刚刚我们前执行长也提到了 他能够端正社会的风系 拨乱反正 所以他是免费的这个加入团队 特别是每月举办演讲或是共修会 都是免费公益的 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 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团队 能够让我们大家得到更多的学习 因为我们整个纯团长 他在事业成功之后行有余力 也希望能够将他生命中一生的体会 跟验证的部分 能够将这样的一个体悟传给更多人知道 所以还要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真学道 希望所有的学习并不是在课本里面 而是真正在实物上 能够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也让这个社会上更加的祥和 也让这个因为他的一个成功的部分 能够将他的心理的修炼 跟所有心理最好的一个发展 都能够跟所有的大家分享 那我们要特别谢谢执行长来到现场 但是我们要请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到 我们真学道的一个宗旨 那这个宗旨呢 它的宗旨目标跟愿景 那陈理事长特别有交代说 我一定要为大家介绍这个 本会的这个宗旨目标和愿景 那我们请我们的执行长来 跟我们做一个完善的介绍好吗 好没问题 我们真学道的宗旨在于找到自信 因为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发生任何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丧失我们本来有的个性 跟当初我们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初心 那我们如果能够找到我们当初从事任何行业 任何待人处事的过程中 找到当初你对待的一个初心 你就可以在生命里面能够更加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那我们的命运的情况下 我们经常我们在做一些好的事情 不断累积我们的福报 跟我们的一个善的资良 那会有更多好的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的真学道的宗旨另外 我们还包含说除了灵性上的一个成长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气功 能够让每个人身体都能够健康 是的 这个说到这个气功 我们都知道健康的身心里 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所以呢 我们在做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想我们的目标是很重要的 好那怎么样去找到你这个目标呢 我们的目标其实在整个 我们在找自信的过程中 其实陈团长一直在不断的督促我们说 我们要能够去找到当初的初心 我们要找到初心的过程中 要把求法的精神能够完全的贡献在过程中 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短暂的 那在你找到自信的时候 你才知道说你来这一辈子是为了什么 你来这一生你要完成什么事情 才能够回到你本来该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不仅是要找到我们自信 不生不灭的一个自信之外 我们还要去了解到我们来着 人世间的使命跟目标 就像整个有一个张哉 他在生命中的讲的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事记绝学 为万事开太平 其实这些所有的四句里面 就包含了真学到希望能够带给人 不仅是你在心命的上面的一个发展 而且你要在命定上的一个执着 跟这以往圣学 每个圣人他们所教导我们的一个 好的学问的上面 也希望能够让整个世界能够太平 这是我们真学到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刚刚的我们的进行受献生命的正法 这个是在目标上的一个发展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愿景 在我们真学到弘法一生团的愿景 其实这个是团长创立这个团 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那他的愿景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执行长 来跟我们做深入的说明呢 好 因为我们真学到的愿景 就是引领众生 认识自己找回真心 其实我们众生 在整个红尘里面一直不断的轮回转世 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当初 我们最渴望的那一颗单纯 而且真实善良的心 那我们真学到希望能够认识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来到人世间都有他的使命 跟他的目标 那我们如果找到我们的初心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去发挥我们的能力 去影响更多人 后来我们一方面也是结合我们的经济 去弘法立身 能够广布到所有的全世界 因为我们最希望能够去推展更多 做人处事的一个道理 像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样能够引领所有的人 都能够完成他生命的使命 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是这个真正的使命能存在 特别是不忘初心 我想每一个人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本性 我这一次呢 也特别谢谢我们陈团长 在人生的礼徒当中 每一个人在生命里头会有高低潮 陈理事长总是长长的 不忘的这个提醒我 不要忘记的初心 要找到你自己的本性 这个我自己受益 感受非常的良多 特别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常常跟我讲说 要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的真学道 怎么样去弘法立身 我看到的是在这个修行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这个宗旨里面有一个供修 跟这一个说明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陈执行长 我们有怎么样来做一个修行的方法 其实我们陈团长 他有整理了一些 怎么样去修行 真学道的一个过程 他主要说三法印 八正道 六波罗密为一归 另外无念 无相 无助为宗旨 而因无所助 而生以心 当作行大道 因为我们整个生命里面 其实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去了解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跟极尽涅槃 这样的一个三法印是一个佛教 在验证 它是不是一个正统的 佛教的一个过程里面 需要去看待的 因为当我们去了解到 三法印的一个过程 诸行无常 世间一切的东西 其实我们都在无常里面产生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 像我们今天有这么美好的时光 跟班理事长一起聚集这么好的一个时间 将我们生命领受的法 去跟所有的一些 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的过程中 也希望他能够了解到 我们生命中去珍惜当下 那诸法无我 因为我们当初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自己的过程中 我们在做任何事 我们都觉得说 都是为了对方 当你立己的过程中 其实你的力量是最大 而且你的能量是最高的 那极尽涅槃 当我们能够除去贪嗔吃三毒的过程中 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所有的发生 能够让我们生命的毒 跟我们的烦恼除去 那这个过程中 让我们能够极尽涅槃 我们会非常享受在每个当下 所以这个三法印的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的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以及涅槃即净 这是三法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我们看 佛陀宣陀的这个三法印里面 所产生的那个正道 八正道 是吗 八正道其实在整个依规里面 包含了八正道 因为八正道是得着 智慧的一切的根本 当我们能够正见 正思维 正语 正业 正命 正经济 还有正念 正定 这所有的实行的过程中 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法生菩萨 因为当实行的过程中 我们就有一个正能量 我们今天现在外面一直在讲说 我们要正念正念正念 其实我们在推展的过程中 也希望整个社会是一个正能量的一个社会 是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看到的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命正经济正念跟我们正定所产生的这八道 也就是说得到了正的智慧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法生的菩萨 嗯对没错 是的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执行长从刚刚的介绍当中 非常的仔细的在为我们介绍修行的方法 那我还想知道有没有再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我记得有一个叫做六班的六班多伴是吧 嗯对 其实说六波多伴它整个主要就在于说 力他自力跟解脱 布施慈戒是一个立他的行为 其实当我们布施的时候 我们就会除去我们的贪念 那我们的慈戒的时候 我们就会保证我们对质我们的恶业 不要去懒恶业 當我們能夠忍辱 我們對別人所發生的情緒 我們能夠去忍下來 去善解的過程中 我們就不會造成很多的麻煩 我們在法的上面精進 像大家能夠去聽到這樣的法 去精進不斷的 一直學習的過程中 你的自身就會更加有能量 禪定的過程跟智慧 是你禪定可以生智慧 因為在禪定的過程中 我們對峙我們心的散亂 其實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上 其實每天 像潘子弟長 你每天要處理我這麼多的事情 心一定有時候會煩躁 可是當你能夠靜下心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我的智慧就產生了 當智慧產生的時候 你會解釋所有的一些發生 你搞不好這些很難解的問題 都一下都解開了 是的 所以呢 我還要再一次復元 陳理事長常常給我一個 很多的這個註解 他最重要是找到本心 讓你自己有正心正念 那麼在這個方面 只要我們常常講的 所謂先處理事情 先處理心情 你把事情處理好了 你就不會有煩躁的心 沒錯 特別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利他 我記得我們的一個 這個孫子兵法的這個 這個創會理事長 那就是那個 護衛夫的這個中將 他曾經跟我講到 我問過他說 這個孫子兵法最高的境界是什麼 他告訴我叫做利他主義 那跟我們剛剛經常提到的 利他主義不只是在修行當中的話 也適用在於我們社會的這個 生存的這個 商業的這個 兵法的這個運作的 鏈頭裡頭 能夠讓自己在本心找到之後 你能夠知道的 發自本心去利他 幫助他人的同時 你也就是成就你自己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高的境界 我們人能夠到達這個境界的時候 你的境遇跟你的格局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再來就是說 用什麼樣的方法 能夠去做好這一個修行呢 其實我們陳團長 我們從他身上就可以看到說 利他的精神 因為他不管擔任各個職位的過文中 不管是信保基金 或是盤石獎的總會會長的過文中 每一個會長 或是他每一個職位上面 他都希望能夠去幫助這個社會更加祥和 所以他在各種的情況下 他都會回歸本心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在修的過文中 我們來到人世間 其實很多過文中 我們是要除去我們身上的 貪、稱、吃、慢移這個五毒 當我們能夠除去這些五毒的過文中 我們才能夠去看到我們這一輩子 真的來自利他的精神是在哪裡 因為我們小時候可能都會覺得 這是我的、這是你的 可是到未來 你其實說這是我們的 其實在利他的過程中 你會結交更多的好朋友 像潘理事長能夠擔任世界華人 這樣的一個理事長 也相信他做了非常多利他的精神 讓所有的成員都覺得說 他來服務這個團體一定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們從潘理事長身上 我們就知道說 怎麼樣去利他 怎麼樣能夠去看待一些世界 其實利他的這個呈現裡面 我常常告訴我的團隊 幫助別人的時候就是成就自己 對 當你幫助了別人的時候 你成就了你自己的時候 是無緣佛戒的 對 我們也是不去祭遇 不祭不求 當你付出的時候 你不求回報的時候 其實你回報到你身上的時候 是更多的 我也很高興 因為我一直本持著這樣的理念 所以我在我身上 我擁有很多別人沒有擁有的 或是獲得了上天給予的恩赐 我有很多很好的資源 也有很多會人來去對我的一個幫助 都是在於就是說 我在做事情的時候 我都是本著就是說 先幫助別人的同時 我就能夠得到更多的學習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我能夠讓我自己更加的成長 更著張 也就是說今天很多人問我說 我擔任這個職位我要付出了多少 那其實也是付出很多 但是這個付出的同時 我要告訴各位的時候 我收穫到的是更多 對 特別是我也機會有這個生命當中 遇到我這個生命裡面的良師導師 我們洪成長 他給我的很多的找到自我的本心 讓我自己在每一次彷徨迷途 不知所措的時候 他給我一個很正心正念的心性能夠定下來 讓我每一次在遇到這個挫折的時候 或是彷徨的時候 那麼他讓我找到自己的本心 所以每一次這樣的一個日量 讓我每一次在波動的時候 都能夠維持住我的本心 讓我自己能夠不走歪了 那同時藉由這樣的心性的時候 能夠讓我在這個職位上 能夠更加的這個發展出去 因為這樣子的穩定 所以我同時就擁有了很多各方的資源 來到我身上 那我也希望能夠學習 我們陳理事長的這個精神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所以我也很願意為我們 征學到鴻華綠生團的這個團隊 來做一個國際資源的一個整合 希望我們願意的付出之後 能夠會有很好的回報到我們的身上 同時也透過我們的學習 跟我們的回報之後 再感恩的回饋到我們 世上更多的這個兒人 那你這樣子的這個個人裡面 你可以產生自己的內心裡面的喜悅 就是我個人的經驗 在這裡也跟著大家分享 非常感謝我們潘理事長 其實潘理事長 他的本身的社團跟事業 都做得非常成功 我們相信說 我們的征學到的講的一個初心 講的一心一德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講到 我們的心是放在哪裡 我們的成就就在哪裡 當我們心是願意給予 心是願意感恩 所有的每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天地都會來產生一些貴人 來幫助你成功 所以我們相信說 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就實證看到潘理事長身上 所展現的 也是我們征學到 所要推揚的一個精神所在 是 所以我們的方法看到了 覺醒見識以及分享 那麼在這三階段裡面達到了什麼呢 我們常提到的天能合一 環本歸原 這是我真的是身上很深深的體會到 我願意在這裡分享給所有的朋友們 真的我們要去找到我們的這生命本質的特性 生命本質的特性如何找到 其實是要透過方法跟學習的 對 那實譯長可以來跟我們說明 如何去找到你的生命的本體的特性嗎 好 那因為剛剛我們潘理事長 在分享他的見證的過文中 我覺得說 從覺醒見性跟分享 其實說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要知道我們現在做什麼 我們說有時候大家不知不覺 或是後知後覺 這些人經常會 但是你當你發生一個情緒產生的時候 你要去產生說 這個情緒我是從哪裡來的 到底我怎麼處理會更好 那當我這樣一直不斷的往內挖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我們本來去組的本性 那當我們本性得到一些感悟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分享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像剛剛我們潘理事長所分享的過文中 你看他從願意付出的過文中 從感恩的過文中 從利他的過文中 其實他越分享 其實會越多的助援會來 幫助他生命都更加的豐富 所以在這個過文中 其實我們就達到能夠天能合一 跟還本歸原 如果我們歸到本來的 本來豐富的一切的時候 我們生命就會更加的美好 是的 所以這是我們要常常看到的 我們的生命的本質的特性 在於不生不滅 不增不靜 不增不減 就是我記得的 那怎麼樣呢 去讓你的心能夠無掛愛呢 其實我們本來心就是沒有任何的沾著 我們從小到大其實我們 我們看到任何東西 我們都很開心玩 我們都很自在 可能慢慢越學越多東西 就是這個不行啊 那個不行 結果大家越來越居士 居井之後 我們的生命真正的同真在哪裡 不見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掛了太多 別人看我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我們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奇怪的東西 當你能夠回歸到你本來的 不親近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我現在做的 不要管任何人的想法跟看法 我們只有看這個事情 是不是真的該做 如果該做 我們不用管任何的一個人的眼光 我們只要去執著去做 該做事的時候 我們親近就是一個很親近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們有親近心無掛愛的一個說明 那怎麼樣去 讓這親近的過程裡面 能夠有莊嚴的感覺呢 其實我們每個人 生來本來就是莊嚴的個體 我們佛陀說有三十二相好 其實我們心能夠改變我們面部的一個 讓人家感覺到很舒服的感覺 那我們當我們去 一直不斷利益眾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臉上就有一個莊嚴相 所謂相由心身 對 你的相所產生出來的時候 喜悅心在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一定是充滿喜樂的 沒錯 當你的心充滿了喜樂之後 你所展現出來 在你的農顏上裡面的時候 會是我們講說 慈眉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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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眉善目其實真的是 在生活裡面能夠平靜的時候 你就能夠慈眉善目 慈眉善目 慈眉善目的整體狀況 整體的感覺 那我們看看 這裡面有看到 怎麼樣去恭敬 怎麼樣去五等 其實在學習到生命本性的特色裡面 我們執行長可以再跟我們做更多的說明好嗎 那五等星跟恭敬星 我們在社會上遇到的時候 就像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一個產生 其實我們看到那麼多人 因為家裡得病或是發生狀況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們在失去親人的難過的時候 我們的心同樣在痛 因為整個的大環境的情況下的 環境的污染 環境的惡劣氣候的產生 這所有東西發生的過程中 我們同樣是悲哀是難過的 所以我們修這一顆五等星的時候 萬物是同等的 萬物並沒有一個高低 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是萬物這裡沒有 其實所有眾生是同樣的 那當我們有這樣的心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去看待所有的萬物 是能夠去以恭敬的心去看待他們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它只是累世來輪迴轉世的過程中 可能轉換成不同的一個體向 可是他們都是具足佛性的 是的 那這個是我們生命本體的特性 在這個特性裡面我們常看到 只是你的生命本體其實只是滄海的一束 對 大而無邊小而無內 那這個呢也具足了我們世間 福祿受禪禧的這個特性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怎麼樣去找到這個無上菩提心呢 無上菩提心其實就是 在你的本性裡面的一個慈悲心 慈悲我們看到別人都拔除痛苦 帶與快樂 其實看到那麼多人在受苦的過程中 我們也是思想說 我們到底有什麼去給予的 就像我們今天很開心 能夠跟潘理事長 共同來錄製這個 真學道的一個精神所在 跟他的所有的修煉的方法 在這些的所有的法的傳承的過程中 我們就希望眾生都能夠得悟 能夠得到心靈的一個平靜跟平穩 也能夠因為這樣的一個心境 能夠有抵抗力 面對著所有的新冠病毒的一個侵襲 我們相信我們有快樂喜樂的心 我們有開心的心 我們有一個平靜的心 我們相信能夠很快能夠度過這一個 發生的這疫情 所以呢我們特別要有一個無染心 我們的心能夠光明朗透呢 看到我們的空觀星 我記得空觀星 所謂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那一直常常聽到這樣子的說法 但是沒有去真正的去了解 這一個本性特色是什麼 今天終於知道了 它就是空觀星 好那我們在這邊 除了剛剛提到的生命本體的 特色之外 我們要特別再去了解一下 什麼是開悟的好處 那剛剛呢我分享的各位 就是說我在我身上 陳理事長分享給我的 讓我這個得到的 那捨得 我常在講捨得 大捨大得 小捨小捨小得 不捨不得 那當你能夠去悟到這個 開悟的時候 其實你能夠找到很多的好處 特別是 讓你的自信心 自信感到了滿足 踏實喜悅 那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積極的去面對解決 不退縮 這個就是一個開悟的好處 那也請我們執行長 能夠再跟我們更加說明開悟的好處 其實我們這開悟 經常會在佛教裡面講到說 我開悟了 我開悟了 我們都覺得開悟可能就 我所有事情都了解了 可是在整個人生的修行裡面 開悟是每一個階段的 搞不好這個階段 就像剛才盤理事長 他有一句話 突然別人跟他講 我就通了 陳理事長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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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通了 那個時候就是開悟 因為開悟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滿足感 會有一個踏實感 一個喜悅感 可是過段時間 可能又遇到一些問題 陳理事長搞不好又有一個 智慧也跟你講 又開悟了 其實開悟不是一次的 是長期每一次的 就像我們 我們在 以前有一個句話叫 見三是三 見三不是三 見三是三 這個其實就三個成績 可是說 我們的人生同樣的 你第一次認識這個人 他好像是這樣子 可是一段時間說 他不只這樣子 一段時間 他還是這樣子 好跟壞都在他本體裡面 他是這樣子 也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他經過學習之後 搞不好 另外一天看到說 他又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事情的過程中 是不斷一直像法輪轉 一直上去 我們見三是三 見三不是三 又見三是三 又見三不是三 我們同樣一直不斷 這樣的一個循環裡面 所以我們就會 一直不斷的成長 一直不斷的成長 所以當你呢 達到這個境界裡面 你就能夠客觀的去判斷 不主觀也比較不會失敗 所以我們看到 在開悟的時候 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你的本性 心裡能夠穩定 生理的狀況 當你的生理的影響 會產生你身體的五臟內骨的 健康與火受到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外面的壓力比較不容易影響 但是你如果沒有去做好 你內心裡面的穩定的時候 就容易得到現在的 憂鬱症 文明病 這個文明病所產生出來的時候 是對我們身心是非常嚴重的影響 那這個呢 我在這邊要特別呼籲所有的朋友們 真的你能夠找到自己開悟的時候 不會讓你自己的身心受到這個傷害 而且在傷害的同時 你能夠在快速的 極短的時間裡面 能夠得到一個修復 這就是我個人 分享給各位的一個開悟的好處 不然在這現代的這個 恩貧社會裡面 各種壓力都來 特別是在這疫情時代裡面 你會所有的計畫都趕不上 變化 所有的事情可能到最後都會變成 徒勞武功之外 你還能夠可能又會變成損失慘重 也有可能你這個 一發不可收拾 這個殘局是讓你可能一輩子的這個 收入都能夠在這樣的時間裡面去 全然無歸 或者是就是說 全部的話就化為烏有 最後就空性 對這個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不斷的去找到自己 去尋找自己 去讓自己開悟 所以這是我個人在這個地方 很深刻的體會 要去分享給我們所有的朋友們 對啊像潘理事長 剛才在分享這麼多的過程中 就想到說 今天我們在開悟的過程中 就像我們今天走在一樓的時候 我們看到每個人 他都是障礙 當我們到二樓的時候 看了情況下 有些人就不是障礙 因為有些人沒有那麼高 當我們到了一百層樓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人生真正的所在是什麼 我們所有人都變成風景 他並不是你的障礙 而是所有東西都幫助你的 所以任何的不管是得到還是學到 你都能夠在生命中不斷的成長 是所以當我們已經當家做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個開悟的一個好處 當你得到了這個好處的時候 你的成長是內心裡面的滿足喜樂 以及驕傲 對 那這個呢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滿足喜樂與驕傲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利他 對 利他能夠幫助別人 從時呢 也要問問自己 在你的人生裡面 你的生命的價值是什麼 這個價值呢 是問你自己 可以為這個社會 為你的家人 為你的朋友 你能夠做什麼呢 我記得 我們有一個 這個成團團 在這個時間裡頭 我們有看到一個非常 讓大家能夠了解的一個 精神 我記得蘇瑞有一首歌叫做奉獻 對 那這個奉獻呢 我記得陳南南也跟我講過說 你要知道你自己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上天給予你什麼樣的能力 你能夠做到的 你就要把它奉獻出來 越奉獻的越多 你就可以得到越多 那指引長 你可以也跟我們一起來分享這一首奉獻 是我們的團歌 團歌 是嗎 那麼在座的所有的 紅髮立身團的 真學道的團員們 我們一起來聽一聽這一首奉獻 也就是我們的團歌好嗎 好 那這一首歌 這首歌其實奉獻的過程中 其實團長希望說 在每一個真學道的所有的 共同學習的大家 師兄師姐 我們在生命裡面 我們不管有多少 我們都願意拿出來 與人共同的分享 因為你拿出越多 其實收穫越多 在福人社裡面講到說 你付出越多 收穫越多 因為你願意給的時候 其實你的手心向下 你是富足的 當你手心向上 在拿取的時候 你是缺乏的 所以我相信 我潘理事長 跟陳團長 跟所有的 我們所有真學道 所有的師兄師姐們 他們都是願意付出的人 演藝奉獻的人 我們非常開心能夠 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來共同學習 共同成長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用這一首奉獻 來做為我們這一次活動的 這個Ending 讓我們大家 在奉獻的過程當中 找到更多的自我 然後透過這個了解自我 開悟的自我 懂得開悟的好處之後 可以讓我們產生更多的力量 奉獻給社會 嗯 好 我們大家 可以一起來 再一次的 看看這一首團歌 奉獻 嗯 奉 我不是 我不是 奉獻是要把自己 照顧好 培養好 讓自己充滿了更多的正能量之後 你會有更多的力量 可以去執行 可以去分享 可以給更多的人 透過你的力量 透過你的奉獻 可以得到他自己的幫助 這是我在神理師長的這個身上看到的 他長年下來 願意把他自己身上的所有的這個精神 都奉獻到我們 增學到弘法律生團裡來 看到我們的奉獻的這首歌呢 長路奉獻給遠方 玫瑰奉獻給愛人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 我的愛人 嗯 這個是我常講的 愛 一個人內心充滿了愛 你能夠讓你的自己本性 能夠充滿了喜樂 充滿了滿足 當你能夠愛自己之後 你才能夠有力量去愛別人 對 當我們能夠有更多的一個 心夠大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做出更多的事情 也可以結合更多的資源 來為這個社會貢獻 那我們很開心 今天跟潘理事長 有這麼好的一個分享 也能夠將我們增學到的所有的精神 能夠與大家共同的一個 讓大家了解 是 所以謝謝我們的前執行長 前代華執行長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為我們分享 增學到弘法立身團的主題 簡介 終止目標 願景 以及修行的方法 特別是生命的本質的特性 讓我們能夠在 今天這個短短的時間裡面 能夠更加一步的了解到 開悟的好處 當你有開悟的好處的時候 你能夠讓自己知道 我拿什麼奉獻給你 當你擁有能力的時候 你就能夠做出奉獻 利他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節目的一個主軸 也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增學到弘法立身團的這個主題 讓大家 歡迎大家 在有機會的時間裡頭 能夠跟我們增學到弘法立身團的 所有的團員們能夠做一個結緣 結這個善緣 我常常講人生是個緣 知緣習緣 廣結善緣 對 習緣起緣不免 是緣我們人生當中的一份真善緣 今天謝謝各位 那我們來一起 這個增學到弘法立身團裡面 來結這個善緣 歡迎大家有機會 到我們北部南部中部 中國世界各地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我們都願意把這一份真誠跟這一份能力 能夠付出奉獻給所有地球上的人 那最後我們謝謝前執行長 今天本門當中波隆來到我們現場 跟我們一起分享這個 增學到弘法立身團 再一次謝謝他 歡迎我們下次 在全國各地的觀眾朋友們 都能夠更加進一步的來了解我們 增學到弘法立身團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這裡線上 有我們的QR Call 我們的聯繫 所以各位可以掃上QR Call 你就可以找到我們弘法立身團的一個 中基跟我們所有服務的這個 義工的這個 我們的團體 好 那就各位請注意我們這個QR Call 拿出你的手機出來 我們把它掃一下就可以 加入我們增學到弘法立身團 大家一起共同學習 大家一起共同學習 那今天就為各位分享到這邊 我們在此跟大家say 拜拜 拜拜